馬上帶你來關心 杭州亞運這幾天就要登場了 而今天在桃園機場這邊 其實有非常多的選手 都是要來搭乘晚上的班機 要出發到杭州備戰了 其實在最近這兩週 陸陸續續都有不少的項目選手 都是來桃園機場這邊搭機前往杭州了 那麼今天號稱是台灣最大的代表團 要一起出發去杭州 那我們現場其實包含了 網球項目以及游泳項目 拳擊電競等等都是在今天要一起出發 那我們也訪問到網球女雙的詹家姐妹 詹詠然和詹浩琴 一起來聽她們稍早的訪問 希望自己能夠盡最大的能力 然後再為中華隊再多更多的獎牌數 還有下一季 我們這一次先做好 可以聽到姐姐詹詠然是表示說 她已經參加了這是第五屆的亞運 那麼接下來還會不會有下一屆 她是說要把今年先完成好再說 那麼接下來還有游泳項目 拳擊項目的黃曉雯 像游泳項目的雙王 王昕浩和王冠宏 這一次都是亞運的奪牌選手 非常熱門的奪牌選手 那麼以上就是現場最新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提供下載TVBS 我們下載TVBS 字幕提供